好,大家好,我是小亮老师 这节课呢,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个叫恒大体育场外表皮的这个制作 其实但凡是这种椭圆形场管,万变不离其宗 做法都跟我们最早的这个鸟巢的做法是一样的 先用曲面的这个Nobus曲面的方式搭出大型 然后呢,曲面变形创建一个面片 再基于这个面片把纹理做上去 然后曲面变形得到这个效果 但是每年都有新同学过来 甚至每个月都有新同学过来 好多同学呢,也没有看过以前的这个体育场馆的这个教程 或者是看过之后呢,也不会曲一反三 一遇到新的就不会啊 所以咱们还是再录一个啊 这个呢,其实我之前图文已经给大家解答过了 但是对于很多初学者来说不够友好啊 就是好多东西还是搞不懂啊 那我们做一下 打开Max在顶视图先创建一个 我们看一下这到底是什么形啊 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个中间呢 是方体加两个半圆 外边呢是一个大的椭圆啊 所以这个我们还是简单弄一下 创建一个矩形 这里呢,我们给的稍微大一点啊 2000乘以3000啊 这个稍微大呀,也没有大到真正的体育场馆的一个大小 因为你做好之后等比方大就可以了 我们这里就按比例给大家说一下啊 甚至直接给个2000乘2000就完了啊 这个两边呢,我们用圆来做啊 好,然后选择举行右键转换成为可编辑样条线 然后先附加啊 把这俩圆附加进来 附加进来之后呢 选上这个中间的这些边 直接delete给它删除 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圆形的这个效果 选择焊接 好,做好它之后呢 再基于这个结构 我们去创建一个椭圆啊 按照这个比例取个整啊 比如说5000乘以7000 好 直接先跟它对齐这个位置 xyz 好 看一下这个场馆 中间呢 是凸出来 然后 这块有一个棱 顶上有一个结构啊 好 那我们 按照shave的向上复制两组 然后把中间的这个椭圆给它 再加大一圈 给个 比如说 6000乘以8000 好 看一下这个比例 好 差不多就行了 好 然后再把这个呢 挪上去 跟它同样的这个高度 然后再把上面这个椭圆 再稍微高一点 然后给它稍微小一些 比如说3000乘以个5000 好 它最起码这个比例值啊 是相对来说比较接近的啊 不对啊 这个还是4000乘6000吧 好 OK 这些弧形都做好了之后 我们从下到上进行结合 依次附加 好 附加完成之后呢 给它添加规格化样条线 然后显示出节点数 调整节数啊 让它保证所有的节数都一致 这里我们给个50左右啊 OK 做好这个线形之后 右键转换成为样条线 将它们的起点啊 调整到基本上一致的 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应该给60啊 这个Ctrl Z回去啊 改成60 这样吧 60所有的线都在中间的这个位置了啊 转换成可编进样条线 首先是将部数归零 将所有的点改成平滑 然后将中间这一排点的位置 给它统一一下啊 好 那么做完这个呢 我们直接右键转换成为Nobus曲线 好 然后点开曲线工具 单面的连接 直接依次的进行 点击 好 让它 这个点击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Ctrl Z回去啊 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 这个样条线中间的这个结构 它的顺序跟外边的顺序是反的啊 所以选上里边的这个结构点一下反转啊 这样的话 你外表看不出来 但是它的点的排序 比如说最开始是123456 这样查过来到60 现在反过来123456 这样查60跟外边匹配上啊 好 那我们重新转换成为Nobus 然后点击啊 这个依次对它进行连接 然后在这儿呢 它的分段也不均匀 然后布线也不是很漂亮 中间还有好多细缝 有些同学很担心 说这能行吗 注意这个对我们来说 它只是一个形态上的参考 他愿意怎么构建这个形态 那是他的问题 我们只看这样的一个结构 是不是我们要的比例的东西 就OK了 其实说白了 现在这个有点不太像我们要的这个结构 我们回到原来的样条线层级 这样我们直接整体选中给它缩放一下 这个笔值才是比较接近我们想要的这个效果 好 关闭它 做好这个结构之后放在一边 然后呢 我们随便创建一个面片 随便创建一个平面 这里给个5000乘5000先暂时啊 然后呢给个100乘100啊 其实50乘50也可以啊 50乘50吧 好 做好这个之后 这个呢我们给一个新的材质 让大家能够看清楚它的变化啊 然后给一个红色 好 做好它之后右键将它转啊 不要塌线啊 呃 直接给它添加这个 曲面变形啊 然后拾取这个曲面 那么大家看它就会过来啊 然后我们点击啊 这个转到曲面上啊 转完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有些位置它长了啊 比如说啊 这个位置它长了 我们把它收回来 你上面差不多合适了 底下也会合适 为什么因为它默认是50%的这样的一个百分比 所以左右两边是一致的啊 好 再回到这里 我们再调整底下的这个长度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改成100左右 好 调整这个结构 呃 这个时候大家看重叠了 对吧 那998 啊 980 啊 还要小一点 975 看一下可不可以 哎 还大 啊 还是大一点 972 哎 就会不足了 啊 不足 973 就多了啊 那就说明972点几啊 972.4 972.2 972.3 好 这个差不多就可以 啊 确定下来了啊 这个确定下来的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修改器先取消掉 那么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面片啊 就是呃 我们可以用来参考的 我们最终做这么大就可以了啊 呃 好 做好它之后呢 现在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比例啊 上面这个呢 我们就给个35啊 35没法整除啊 呃 从上到下一条边两条边三条边四条边五个边啊 一个面两面三面四面啊 得能是被四整除 所以给个36啊 好 这个给36 然后这个一圈是多少个呢 我们看这个顶式图双击 啊 这样算一个画板结构 那么有123啊 这四分之一就有三个 五六七呃 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一圈是12个啊 也就是说你这个方向上的分段得能被12整除啊 所以我们给个120左右啊 呃 那我们现在切回到顶式图 嗯 这块呢 三十二啊 这样的话比较接近于正方形啊 好 右键转换成为可编辑多边形 选择一侧的这个边啊 我们先来说一下120 那么除以12 那就是10个 就算一个啊 这多了仨 然后呢 我们要做的东西呢 其实就是镜像的 所以我们再 减掉五个啊 也就只保留这一一摊啊 然后能够做下来就行了 所以点击环形 选到面层级 Ctrl I 反选Delay的删除就可以了啊 啊 也就是说我们针对于这个比例来做啊 那这个比例呢 我们还需要呃 再换一个平面 好 这平面 先都归零 然后在这个方向我们要四份啊 OK 放出来就可以了啊 呃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参考图 呃 首先是底下这块是空膛的啊 里边的那个结构我们就不管了 我们就说外表皮的做法 然后上面这块 大家看他缺一块 所以他是一个梯形啊 他是一个梯形 呃 所以在这里边 我们右键将它转换成为可编辑对编形 好 然后呃 点目标点焊接 把下边的这个焊过去 上面的这个焊过去啊 在这儿我们就针对于比如说就针对于这四分之一来进行尝试制作啊 好 这样焊完了之后呢 这里边的点我们再连接一下 啊 这个是他本质上的这样的一个骨架啊 呃 那么所有的地方我们想让他一般粗 这时候怎么办 Ctrl A 全选所有的边 给他一个切角啊 呃 只要中间的这几条边合适了就行啊 所以在这儿我们看一下 呃 给个 10 左右 呃 细不细看一下 差不多啊 确定啊 呃 但这样切完了之后整个边缘其实是不够的啊 所以呃 在这个底下这块尤其 大家注意看底下它其实还不是这种结构的啊 所以呃 我们先把这个造型挪回去啊 要有一个参考 啊 挪回来之后 顶部和底部的这个短边 我们选中 给他一个切角 啊 切出来 这种感觉啊 切完之后呢 选上这个边 呃 顶部的位置 对齐 然后选上这俩 啊 重新上去 然后想象一下这个位置一定是这样的 对吧 哎 差不多目测看他俩宽度一样就可以了 再选上这块的点啊 底底下一起做吧啊 底下做完一起一起挪啊 首先是选上这个地方的点 然后沿着歪轴跟他打平 跟他底部对齐 然后再选这个结构线 给他拖拽回来 让他目测看一般宽啊 好 选上这块的点 中间的这个点 这些点 好 OK 然后 呃 我们刚才是给了个十是吧 现在那 x轴给个负五啊 差不多啊 这样这个宽度跟这宽度就差不多了啊 呃 那这个调好了之后这边也是 这块我们就直接选择这个点就OK 然后 沿着歪轴十五啊 这样的话 他们的宽度也一样了啊 呃 一样是一样了 但是像这种地方的布线是肯定不对的啊 好 所以选上他直接给一个切角 给个十 好 这样宽度一致 目标点焊接 把它焊过来 好 同样的操作 这个点 这个点 切一下 切一下 确定 好 这样的话 这些位置的布线都OK了啊 再来看这些转角的地方 嗯 我觉得可以接受啊 这种我是可以接受的啊 嗯 啊 就这样啊 其他的地方我不调了啊 好 这个做好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造型 在这些位置呢 它都是鼓起的啊 所以选上他 选上他 选上他 在测试图 呃 你可以这个时候精准的调整一个数值 我就是手动移了啊 比如说 呃 我觉得这么高差不多啊 那么给个240啊 OK 呃 可以把它挪出来啊 这样的话 大家看一下生成这么一个结构 生成完这个结构之后 我们看一下这个框架 它其实是有厚度的啊 而且它这里边是添加了涡轮光滑的啊 呃 在这里呢 那我们选上这几个大的面 啊 把这中间的这几个 嗯 这个转角是不存在的啊 所以这几个面我们就直接给它取消掉啊 然后Ctrl A 反选 反选之后我们直接给它分离 好 分离完成之后将分离出来的这个结构 然后我们直接给它一个 呃 呃 壳 修改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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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完壳之后呢 这个地方竖直我归零啊 然后呢 选择外侧的面也就是顶上这个面 右键 右键将它转换成为可边际多边形 然后手动的啊 回到面层级手动的给它向上移 比如说移出20个单位啊 这不对 不应该是Y轴啊 应该是Z轴啊 20个单位看一下 OK啊 这个高度是我想要的 好 做好这个之后 选择所有的边Ctrl A全选 然后给它一个切角 可以给个1 确定 呃 看一下啊 嗯 这里呢 我们给所有的长边加上一个分段吧 啊 把这些长边都给它选中 给它增加两个边 然后向两侧驱动 这是塑形用的啊 我们给到95 确定啊 然后这个位置我们 给它加一根线就行了啊 加一根线 它的这个分段就差不多够了啊 其他转角的电影 连加都不加了啊 呃 做这个是干嘛呢 我们现在添加一下乌龙光滑看一下 这个形态 它就会出现一些相对来说 比较圆润的这个地方啊 添加乌龙光滑之后也不会变形啊 好 这个是制作这个框架啊 呃 停留好 因为后边他们都会结合到一起啊 好 做好这个之后 回到我们这个面层级 我们现在要的是啊 中间的这些环和另外的两个材质啊 这样我们把这个结构单独给一下 给第三个材质 然后颜色给个纯白 原来做参考这个呢 我们颜色稍微调的暗一点 这样区分的开心啊 OK做好它 选上这个啊 这个地方我们要把中间的这些点简单的处理一下啊 呃 我们把它隔离 让大家能看清楚我们在处理什么 选上这个点 这个点 这里 这儿啊 然后 其他就OK了啊 然后给它一个切角 可以很小啊 就比如说20 好 确定 好 就这一定缺一块 但是没有关系啊 呃 我们切这个角的目的是要干嘛呢 这样的话 我们只需要选择中间的这两个棱线 然后 点一下环形 这样的话 每一个位置都会有一个边出来 然后我们查一下 12345678啊 有这么 需要加上八根边啊 所以在这呢 给它加到八 确定 那么大家看 这个位置就可以出现这个结构啊 好 这个边有了之后 我们给它一个切角 呃 直接把切角这一直归零 然后 呃 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让它的宽度就都是10啊 注意 我只关注这个位置的宽度 这些地方我们不管它 确定 啊 这样切完了之后 这个地方势必有各种重叠啊 按照Ctrl转到点层级 给它焊接一下 啊 呃 焊接完之后一定是有各种法线翻转有问题的啊 我们先不去管它 呃 在这呢 我们选择 呃 这个每个棱上的这个小边 好 然后点开石墨工具选择 间隔选择 点击环形 按照Ctrl转到面层级 那么大家看 这些棱就都处于选中状态了啊 呃 处于选中状态的情况下 呃 我们给它 嗯 直接分离吧 直接分离 好 这些地方其实本身就有穿插效果啊 分离完成之后 这些地方仍然有黑面 我们给它添加一个平滑 啊 这个黑面其实就没有了啊 那说白了呢 就是它 购卖也好 或什么也好 它是可以处理的 好 那么现在我们把它们分开了 中间的这个呢 我们直接就给这个白色的材质 啊 然后原来的这个呢 我们就给它适当的一个颜色 比如给蓝色啊 啊 然后不要那么纯啊 有一定色彩轻强性就行了 呃 这个是薄膜的这个状态的话呢 我们直接右键塌陷 然后给它一个 壳啊 底下这个面不处于选中状态了 然后给它一个厚度 比如说1 好 然后重新添加一个平滑 哦 它会有一个反向啊 那这样我们右键转换成为可编辑多编形 选上所有的面啊 然后给它呢 一个挤出值 值为0 手动 然后向上 移动5个单位 太厚了啊 一个单位就可以了 好 这样的话 它就有一个厚度啊 这个我们也不准备添加涡轮光滑 所以底下的这一块呢 嗯 我们可以用开放边封个口啊 但是效果不会太好啊 算了 不封口了 就这样啊 好 然后选择我们中间分的这个啊 这个地方我们看看 添加一个壳啊 哎 它反而倒是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给个5 好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 这两个框架结构我们也就做好了 啊 嗯 算了 我们不添加涡轮光滑了啊 这样的话 我们把这个外轮廓跟它进行结合 呃 变成多位子材质 顶式图 给它挪回去 好 看一下它这个所在的位置啊 还都在这里边 然后我们看参考图 它中间其实是有缝隙的 大家看到了吗 哎 中间是有缝隙的啊 既然中间有缝隙的话呢 我们添加一个FFD 然后精准的数值控制啊 这个比如说往回移动5 或者是10啊 距离10其实也没有多少啊 然后这个距离给它-10啊 好 OK 右键转换成为可编辑多编形 看一下它跟那面片的高度是不是一致 基本上是重叠的 好 反正已经是多位子材质了 我们就再结合一次啊 然后首先是一个镜像复制 我们让它变成一个完整的莲花的这种结构 好 然后呢 在横向的这个复制出11个啊 因为一圈一共是12个啊 这样的话 这个造型结构先做好 做好之后呢 我们把它们结合到一块啊 除了上面的那个椭圆之外 底下的这些对象 我们直接一次选中结合到一块啊 结合完了之后进入到面层级啊 看一下这个ID3 我们直接选择ID3啊 然后按着Ctrl转到点层级 就是底下的这些平面 我们直接点击焊接 然后检查一下它是不是一体的了 诶 是一体的 好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坐标再恢复一下 居中的位置 好 照到它 直接 重新添加这个 曲面变形的这个修改器 拾取这个曲面 回到 曲面上 这个中心的位置啊 这个我们先塌陷一下 恢复到中心位置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往下对齐到这个平面上 甚至可以算了就对齐到平面上 这样的话更精准一点 好 这个调整完了之后 重新添加曲面变形 直接拾取曲面 然后转到曲面上 那么大家看 现在整个这个结构 就吐出来 因为我们中间没有分段啊 所以它的这些带来带角的这个结构 马上就呃 呈现出来了啊 好 做好这个之后呢 我们在这上面点击右键 选择踏陷道 这样的话呢 它就真的变成了多边形模型啊 把它移出来 这个曲面可以删除 然后进入到这个结构的子层级 可以把这个面删除啊 删完之后 剩下的结构就是啊 或者我们选这个面 把这个面呢 用推力的这个方式啊 给它一个复值 让它啊 它是应该不能完整啊 它因为它有这个各种分段啊 它是不能很好的进去的啊 算了 我们就直接还是把它删掉吧 好 啊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体育场馆的这个轮廓啊 各种结构 我们就做好了啊 呃 转换到这个user是图啊 用户是图 这样的话看着就没有那么多破面的效果了啊 它是显示的问题啊 呃 透视图 现在看也OK了 啊 啊 啊 这个反正就是一个观察视角的问题啊 我们就展示成这个样子 大家应该能看懂我们做的东西啊 好 那么这个案例呢 我们就要讲到这里 那么这个啊 我们就要讲到这里